好 来看一下专题二 混凝土结构工程三要素 我们的桥梁其实它就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结构 对吧 有钢筋有混凝土 那么三要素大家想一下 水泥混凝土的流动性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胶筑好了以后 它可能会散开 为了防止它散开 我们要提前去搭设模板 好 第一个要素 第二个要素之后绑扎钢筋 第三个要素就胶筑混凝土 教材它杀着我们的规范来编子 就说规范是什么的顺序 它就怎么来走的 可能对于我们说背口来说不是特别的方便 所以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总和 当然的话也给大家标注了好的页码 你听课的时候你稍微的点一下暂停 你找到页码再去听课 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最合理的话还是要以讲义 因为毕竟上有很多的图片 这两年考试它都是以实图为准 来看一下这两年的考试情况 每年都会考选择题 而且的话你会发现考的题目还是比较多的 好 在20年的时候考过案例 考的话就是主要的是我们针对我们的这个支架施工 内容呢还是比较多的 只不过呢在20年的这个案例呢 它考完了以后 它把这个内容呢它又给删掉了 好 我们来给大家分成了四个考点 对吧 那第一个呢就是钢筋 第二个呢就是混凝土 然后呢就是模板和支架 那这个呢说的是我们的普通的三要素 对吧 也就是我们的普通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那同时呢又真的一个特殊的出来一个什么 叫做运用力混凝土结构 有两种 一个呢是先章法 一个呢是后章法 好 那这是给大家说 这个专题里边呢四大考点 其中呢我们的钢筋工程和混凝土工程呢 是以啊选择题来进行考察的 模板和支架呢其实呢也是考选择题 但是这个施工可以单独拿出来当做案例题来考察 运用力混凝土结构 先章法和后章法呢都是可以考察案例题的 这两年呢也主要呢集中在先章法来考察 其实呢在之前的话都是以后章法作为一个主要考察点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后面的上部结构 你甭管是支架法还是移动模架法等等 那么他们都是以后章法来作为一个主要的考察点 所以说这个的话是案例题 那钢筋的加工制作和用力混凝土工程 这些都当做一个选择题来备考即可 好 那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呢叫做钢筋工程 那我们说在胶筑混凝土的时候呢 会在里边呢布设上钢筋 对吧 好 那这个钢筋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拓展 不要求大家去做记忆啊 钢筋呢有这么一些性能 那第一个呢叫做抗拉性能 对吧 尤其是在后面呢这个用力钢筋 那我们要给他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用力张拉 那这个呢的话就来看啊 什么曲伏点 抗拉强度和伸长率 其实你想想这个钢筋呢在拉拉拉拉 它肯定有一个点 对吧 马上就要断了曲伏点 什么抗拉的强度伸长率拉等等了解一下 第一个叫抗拉的性能 第二个呢叫冷弯性能 所谓的冷弯性呢 指的是在常温下呢 我承受弯曲变形的一个能力 然后冲击的韧性 指的是呢 如果有冲击喝载的时候呢 我能否给他抵抗住 还有抗疲劳性 就是你反复的这样来进行一个弯舌 看他什么时候舌 对吧 还有可汗性 因为是钢筷嘛 所以我们要去 有的时候呢要去做汗接 好 这是我们的力学性能 了解一下有什么抗拉拉 冷弯拉 冲击任性拉 抗疲劳性拉 可汗性等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珍重考试呢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呢 钢筋呢 一定得有出场证明书和实验报告单 对吧 就在进场的时候呢 我要对这两个证明呢 来做一下检测 如果是没有这两个证明的话 是肯定不能进场的 而且除了要检查这两个证明 我们需要按照不同的钢种 等级牌号 规格和厂家来进行抽样 做力学性能检验 也就是检测我们前面的这几个 什么抗拉 什么冷弯等等 但是不同的要分别去做 只有你经过检验合格以后 方可使用 我们来看这个呢 是钢筋的一个名牌 在这个名牌上有什么呀 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钢材 对吧 我的规格呢 直径呢 是28毫米 我的长度呢 是12米 等等 就是不同的钢种 等级牌号 规格厂家 然后就分别呢 去做相关的力学性能的实验 好 那分批检测的时候呢 由同一个牌号 同一个颅罐号 同一个尺寸呢 来进行组批 每批的质量呢 不大于啊 60吨 是吧 每60吨呢 来作为一个批次 超过60吨的部分 每增加40吨 应当增加一个拉伸和一个弯曲实验 我们只需要掌握住 每批呢 就是按照60吨 来作为一个检测单位 好 之后呢 要避免袖拾污染和被压弯 在工地存放的时候呢 一定是分批分别来堆滞 不同的 我们要不按照不同的 来给它做一个堆滞 不能混到一块去 而且呢 不能直接堆到地面上去 同时存放时间呢 不一定超过6个月 因为时间过长的话 可能会跟空气中的水分呢 发生反应 而发生钢筋的锈湿 应用防排水设施 不得直接置于地面 应当垫高 或者堆在台座上 而且呢 顶部呢 要做覆盖 防止水浸和雨淋 好 你看我们这个图 对吧 你看 左右两次呢 各这么一个牌子 那这个呢 规格呢 是20 这个呢 规格呢 是18 对吧 不同规格的 一定要分别的来做一个堆放 不能混到一块去 好 钢筋的级别 总力和直径呢 按照设计规定来采用 当需要代换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得到设计单位的认可 什么意思啊 本来呢 我用的是直径是18的钢筋 现在要给它变成20的 人说老师很好呀 本来你用的是18 现在变成20 那直接去代换不就行了吗 那是不可以的啊 如果要更换钢筋的直径等等 我们一定要经过设计单位的同意 啊 预制构建的钓环 一定要采用未经冷拉的热闸光源钢筋来制作 且呢 拉用力呢 应当不大于65兆帕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说这个钢筋呢 经过冷拉了以后 那么它的冷弯性能呢 是比较差的 对吧 那容易发生什么呀 哎 脆断 尤其呢 在冬天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哎 是 一定是未经冷拉的 而且呢 这个第二环呢 它能够受到的拉应力呢 是不大于65兆帕的 就不能太大了 如果太大的话 会造成这个第二环的一个破坏 好 来看加工 加工的话 钢筋的表面呢 一定是洁净 没有损伤 将油渍 漆皮等 给它清除干净 啊 好 第二个 应当平直 没有局部的弯折 成排的钢筋 和弯曲的钢筋 应当呢 去做一个调直 现在你想想 我们在不绑扎钢筋龙的时候呢 一般呢 都是直线紧 对吧 那可能来的时候呢 它是弯曲的 你这个时候呢 需要对这个钢筋呢 做一个调直 就是给它做一个 哎 就是给它拉直的它 才用拢拉方法 来调直钢筋的时候呢 HPB300的钢筋 拢拉率呢 不宜大于啊 2% HRB400的钢筋呢 拢拉率呢 不宜大于啊 1% 就是你在拉的时候呢 它肯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变长的过程 哎 不宜大于2% 不宜大于1% 这是做了个补充啊 孤筋的末端呢 应当做成弯钩 什么是孤筋呢 我们来看前面这个图 那你会发现 这些钢筋呢 它是一根根的 主受力筋 对吧 那好了 我们再给它套上 一环一环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孤筋 孤筋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圈一个圈的 那你如这样的话 我们最后呢 做出来以后呢 它一般是这样的 在这里呢 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弯钩的 有一个弯钩的 好 连接 连接的话 一般呢 用的是焊接 或者机械连接 最好呢 不要用绑扎接头 什么时候用绑扎接头啊 在我们些钢筋呢 复杂的时候 哎 一般呢 用的是绑扎 而且呢 绑扎接头呢 钢筋的直径呢 是不一大于28毫米的 像这个呢 跟我们生活中是一样的 你想想 你有两根棍 如果这两根棍的话 它是比较粗 你在绑扎的时候呢 根本就绑不牢固 那如果比较细的话 我们可以绑扎的很牢固啊 所以呢 不一大于28毫米 对于受压和偏心受压构件中 受压的钢筋 可以不大于32毫米 但是一定要掌握住 受拉的 一定不能用绑扎接头 为什么呀 受拉的 你想拉呀 如果是绑扎接头的话 一拉 它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呢 受拉的构件 一定不能用绑扎接头 那这个呢 是焊接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机械螺纹连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接头的一个要求啊 对于接头呢 一般呢 设在内力较小处 并且呢 要错开布置 有接头的话 这个地方呢 属于薄弱地段 如果说受力比较大的话 特别发生相关的质量问题 而对于我们的绑扎接头来说 两个接头间的距离 应当不小于1.3倍的搭接的长度 怎么来理解 你想 那么这是一根钢筋 对吧 可能呢 我在这里呢 有一个绑扎接头 在这呢 有个绑扎接头 它们中间的这个距离呢 应当是大约等于1.3倍的一个搭接的长度 那么搭接长度又怎么来的呢 你想接头绑扎呀 绑扎的话 是不是这样一搭接啊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 就指的是搭接的一个长度 然后重义1.3 就是我们两个接头间的一个距离 而对于我们的焊接接头和机械接头的话 哎 在它的一个长度区段 同一个钢筋呢 是不能有两个接头的 好 首先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图 对吧 那你发现这是一根钢筋 然后呢 在这里有一个接头 第二个钢筋的话 在这里呢 有一个接头 它们的相邻的钢筋呢 接头呢 是要错开布设的 对吧 是不能在同一个平面上去的 其次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连接区段 所谓的连接区段呢 指的是这个长度呢 指的是35倍的钢筋的直径 那么这就是一个连接区段 但同时呢 不能小于500毫米 好 那你来看啊 就是这大体的话 就是这么一个区段里边啊 就是多少 至少呢 是500毫米的一个长度里边 对吧 一根钢筋上呢 是不能出现两个接头 就是在这500毫米的范围里边 不能出现两个接头 那你这样的话 接头越多呢 代表这个钢筋的完整性 或者说受力呢 越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呢 来看一下 我们的接头呢 一定是越少越好 对吧 所以呢 它总体来说呢 这个占比呢 对我们的绑扎接头来说呢 在受拉区呢 面积不超过25% 受压区呢 不超过50% 而这个汉接呢 它的汉接质量 肯定是比绑扎要好很多的 对于受拉区呢 不超过50%就行了 而对于受压区 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那么这是我们接头呢 相关内容 汉接的时候呢 一般呢 用的是闪光对汉 就像我们这个图 对吧 闪光对汉 如果缺乏闪光对汉的时候呢 可以用电弧汉 电渣压力汉和气压汉 但是呢 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的电渣压力汉呢 仅限于数项的钢筋连接 而不能于水平钢筋和鞋针的连接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电弧汉 对吧 通过电 我们来对这个汉条呢 进行加热 然后呢 形成电弧 来最后呢 做一个汉接 好 之后呢 来看这个 这是我们的电渣汉 那你会发现啊 这个二 一和二的话就是什么 这是上面一个钢筋 这是下面一个钢筋 对吧 那他们的连接部分 在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呀 有这么一个药盒 在这个药盒里边呢 是有汉药的 啊 我们通过对这个汉药呢 来做一个联系 啊 上下 所以呢 你如果水平的话 它达不到个效果 或者倾斜的话 也不行 那它是一个什么 上下来连接 所以呢 只适合的是 哎 竖相连接 啊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气压汉 气压汉的话 其实呢 你看用的是氧气和乙缺 了解一下 说只能用闪光对汉吗 不是 我们也可以用电弧汉 电渣压力汉和气压汉 但是电渣压力汉 仅刻用源数项汉阶而言 啊 每批的汉阶前呢 一定要去确定相关的工艺和参数 而且呢 要去做试汉 你通过试汉来确定好它的工艺和参数 对吧 好 之后呢 当我们的试汉合格以后呢 方可正式施汉 而且在汉阶的时候呢 如要做适当防风 防雨 防雪等等 电弧汉呢 最好呢 才能是双面汉风 你看这是两根钢筋 连接的时候呢 我这边呢 要有一道汉风 这边呢 也有一道汉风 对吧 可以加强它的牢固 啊 当然如果说没有办法做双面风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单面风 好 两个钢筋呢 在搭接的端部呢 应当预先折向一侧 使它们的轴线呢 应当保持一致 我们来看啊 那你看 两根钢筋 如果来做搭接汉阶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上边这根钢筋呢 它的轴线呢 是往这走了 下边这个钢筋呢 轴线呢 是往这走了 它们的受力呢 并不在同一个线上去 所以呢 你需要把两根钢筋呢 端部呢 做一个弯折 你看 这根钢筋 向上弯折 所以呢 它的轴线呢 哎 跑出来了 在这 这个钢筋要向下弯折 这轴线呢 在这 那它们是怎么 在一条直线上 所以呢 如果要去做搭接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端部呢 先预向 折向一侧 使它们轴线的再一致 因为如果用帮条 做电弧汉的时候 就是除了两根钢筋以外 我们还需要 还有额外的帮条 那这个帮条呢 应当跟这个主筋呢 才能是相同的钢筋 那你会发现 这是我们的主筋 两边呢 各加上了一道帮条 那么这个帮条呢 它的钢筋 跟这个主筋呢 一定是同种型号 啊 双面焊缝 不能小于五倍的钢筋直径 单面焊缝 不能小于啊 十倍的钢筋直径 大家想一想 双面焊好 还是单面焊好 你如果说 我只焊这一侧的话 那肯定不是特别的牢固 所以我们要多焊点 不能小于十倍的钢筋直径 如果说两侧我都焊的话 那是比较牢固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的是啊 不小于五倍的钢筋直径 就行了 啊 电弧焊接 与钢筋的弯曲处的距离 不能小于啊 十倍的钢筋直径 且呢 不意味于啊 最大的弯曲处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钢筋呢 可能会发生弯曲 对吧 那你在弯曲的时候呢 应当距离这个街头呢 至少呢是十倍的钢筋的直径 而且呢 不能在什么 最大弯曲处 你想想吧 如果说我们这个焊接 在一个最大弯曲处 那肯定是受力最大 那可能会导致这个地方呢 发生相关的断裂等等 好 那我们机械连接 最小混凝土的保护层的厚度 是不能小于二十毫米的 机械连接 保护层 保护层在哪 其实你想啊 好 我们先去绑扎钢筋 那这是我们的钢筋龙 钢筋龙绑扎完了以后呢 要去胶筑混凝土 这个混凝土肯定要把这个钢筋给覆盖住啊 所以呢 在它的外侧 我们整体来胶筑混凝土的时候呢 在外面这一圈 这就是它的保护层 如果属于机械连接啊 保护层的厚度不能小于二十毫米 机械连接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 要提交相关的形式检验报告 以及呢 产品合格证 接头加工安装要求等技术文件 而且我们需要怎么办 在正式的开始前 对第一批进场的钢筋 进行接头工艺实验 只需要对第一批就行了 进行工艺实验的时候 每一种规格钢筋的接头实验 不能少于啊三个 选三个实验 对于我们这个现场检验呢 进行外观质量检查和单向拉伸强度实验 接头呢 按照验收批来进行 一般呢 一般呢是每五百个来作为一个验收批 如果不足五百个的话 也要作为一个验收批 就是这个接头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 啊 这个东西 每五百呢 来作为一个验收批啊 每五百验收批 好 大家看绑扎与安装 那我们说钢筋骨架在进行拼装的时候呢 要注意问题啊 那按照图纸呢 来放大样 放大样的时候呢 考虑焊接变形导致的预拱度 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呢 钢筋可能不是同一个直径 对吧 但是中心线 你看不是同一个直径 这是我的中心线 这是你的中心线 我们要保证呢 他们的中心线呢 在一条直线上去 那你这个时候需要怎么办 需要对这个直径小的 下面呢 放上一块电板 是吧 把它抬起来 那不同直径的中心线 应当在同一个平面上 如果较小的钢筋的话 下面呢 用厚度湿的钢板呢 来进行一个电上 湿汗的顺序 从中间到两边对称进行 从中间向两边进行 这样的话可以控制好我们的精度 而且先汗下部 再汗上部 相邻的汗缝 一定是分区对称跳汗 不得顺着方向一次汗成 为什么呀 我们来看这个图就行了 跳汗 你看我先汗一 再汗二 再汗三 那我的汗缝呢 它是跳着来汗的 为什么呀 我汗完了以后 它是有高温的吧 如果说你直接去汗这个地方的话 温度叠加了 所以那你这个时候呢 为了防止温度带来的影响 我先去汗一 再汗二 再汗三 这样的话 当它温度比较合适的时候呢 再去汗四 汗五 汗六 防止高温带来不利的影响 所以呢是 分区对称跳汗 不得顺着方向一次汗成 好 来看我们相关的题目 关于钢筋汗接 施工说法中正确的是 汗工呢 必须要经过项目部培训 且和合格之后才能上岗 你要注意下 汗工它所谓特种作业 特种作业的话 要持重上岗 什么重要 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所以它是要由有关部门来培训的 而不是项目部来培训 纵向汗接 不得用电弧汗 我们汗接呢 原则上用的是闪光对汗 如果闪光对汗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电弧汗 电扎压力汗等等 所以那是可以用的 错了 那先进士汗 合格以后正式施汗 这个接头呢 用到的内力较小处 而且呢 是错开不设的 所以答案选的是CDE 好 来看第二道题 下来说法中正确的有 如果是进行搭接汗的时候呢 是个钢筋呢 要轴线一致 怎么轴线一致啊 把它们端部呢 做一下弯折 对吧 这样的轴线一致 那么如果说搭接双面汗的时候呢 钢筋呢 不得弯曲 用它紧贴汗接 搭接 你如果说是进行一个不弯曲的话 那我的轴线怎么一致呢 所以那A和B呢 它属于护翅的 所以这个是错的 弯距较小的位置 那接头呢 集中部在内力较小的一个断面 不能要错开不设 如果说搭面汗的话 它的长度不能小于啊 10倍的钢筋的直径 所以呢 答案呢 只选A和C 阿尔和C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